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今天我们接到了好几起投诉 说有火人霸占了一块狸猫合影板 他们一直赖着不走 告得其他人都没法使用了 唉 真是头疼 我们当然也去交涉过了 只是设立休闲设施的初衷 是希望大家都能享受到会展的乐趣 原则上就是对所有人开放的 自然也没有规定使用实现 所以只要他们没有做出什么违法的事 就算像这样赖着不走 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所以您能帮忙去协商一下吗 如果这些投诉不解决 被九条大人知道了 我这个月的奖金一定泡汤了 霸占合影板这种事情 听起来很像是那个家伙会做的呢 我们去看看吧 太感谢了 他们就在广场东边的林猫合影板附近 快看那边 果然是荒龙一斗吧 还有他的荒龙派 我就知道是这帮家伙 我们快过去弄乱他在干什么 哎哟 旅行者 派蒙 别来无恙啊 原来你灭光荣才记 果然是同好啊 本大爷没有看错你们 真是幼稚 我们可是来帮人解决问题的 哦 原来如此 谁有问题需要解决吗 我们荒龙派义不容辞 你们荒龙派就是问题了 天灵风行说 你们霸占了这块公用的合影板 搞得其他人都没法用啊 呃 这个 这个 没有这回事吧 呃 这就说来话长了 嘿嘿 拿手 你们来解释一下 是 老大 事情要从两个月前 我们得知荒彩记举办开始讲起 众所周知 荒彩记上会有很多文化书籍的展览和售卖 老大英明神武 他认为在这种关键时刻 我们应该出一本刊物什么的 来介绍荒龙派 方便宣传光辉的团队形象 老大说 这样还可以卖点小钱 补贴加油 咳咳 这又不是重点 这就是重点吧 呃 最开始时间很充裕 有两个月 老大计划先写他个六十页 结果一个月过去了 只写了一行 呃 这是为了保证文案的高智能 明明是拖延症吧 呃 呃 我们只好减掉一些计划中的内容 还剩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能写二十页 应该也不错 结果第二天 老大搞来了一种叫做七圣召唤的卡牌游戏 大家都很喜欢 哼哼 其实感觉就玩了几把 居然一下就过去了半个月 真是神奇的游戏啊 呃 哼哼 这是为了搜集写作素材 这种素材跟宣传荒龙派毫无关系吧 总之还剩最后两招 刊物肯定是来不及了 老大说 干脆换成宣传彩页 这样只需要想一句口号就可以了 听起来终于靠谱了一点 想个口号应该花不了多久吧 想口号确实很快 我们只用了半天 就想出了三十句口号 但就是因为太多了 大家产生了分歧 最后花了整整一周才敲定 这时候去运刷才发现 因为时间紧张 还要支付高额的加集费 我们 我们付不起 所谓慢工出细活 加集的印刷肯定会出问题 咱们花龙派要做就做最好的 这才是本大爷选择放弃的原因 说得不错 不论是做鬼还是做人 最重要的就是开心 这次祭典这么难得 不如带着大伙好好享受享受 你们享受的方式 就是霸占这块流音板 呃 其实最开始 老大是要带我们来买一款饮料的 说是祭典特别限定款 没错 那可不是普通饮料 是以运航之风商店 与八重堂联名研发的 著名小说 拜托了我的弧仙公司里 出现过的特别饮料 呃 结果来祭典时 因为大家打扮的造型 太别具一格 被工作人员拦下来了 一定要让我们恢复原样 才肯放我们进来 那可是花了大价钱 大心血才做好的造型啊 居然说我们影响世荣风貌 总之这样一来二去 等我们赶到远航之风摊位时 那款饮料已经受庆了 大家都很沮丧 但也没办法 回头路上 看到这块流营板 老大说也不能白来一趟 所以 所以就直接霸占了这里是吗 公用的东西 怎么能叫霸占呢 这是充分利用公共资源 老大说得对 我们让这块合影板充分发光发热 让它活得跟我们荒龙派一样 不浪费一分一秒 居然能说得这么崇高 嗯 因为在造型上花费了太多 只留下了买一杯饮料的钱 买书的话 已经完全不够了 那也不能因为没钱 就这样霸占这块免费的合影板 这样别人都没法用了 你们这样说的也不是没道理 所以赶紧让出来了 嗯 只是你们也知道吧 我荒龙派毕竟是个有名有姓的大组织 说了要让这块合影板发光发热 就必须得让这块合影板发光发热 如果随随便便就放弃计划 实在是行事没有章法 有损帮派威风 但是 如果我们能用荒龙派的方式 来解决这件事 那就没问题了 荒龙派的方式 我有不好的预感 所以 所以 我荒龙天下低头 来场热血豪情的爽快决斗吧 哈哈 如果你们赢了 本大爷就让出这块板子 豆虫是个绝妙的点子 我最近抓到了一只超强的鬼豆虫战士 我叫他 深暗恶魔 哎 但可惜 今天我没有把深暗恶魔带在身上 还好你没有带 所以应该怎么决斗呢 真是难办 让我想想 哇 快看 那是托马吧 他也来逛几点了 关于决斗的方式 不如我们问问托马吧 他一定有很多点子 托马 托马 看这边 嘿 旅行者 太忙 在这里见到你们 真是意外 本来 我是听说会展上 出现了一位特别喜爱狸猫流影版的人物 毕竟是我射奉行操办的祭典 有这等人物出现 我当然要来认识一下 这红色的脚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位就是鼎鼎有名的荒龙派之主 荒龙伊斗阁下吧 哈哈哈 托马兄弟果然有眼力 神力家的无敌加上官 我也早就听过你的大名 初次见面 伊斗兄弟抬爱了 哇 这两个人这么快就成兄道弟起来了 没想到伊斗兄弟和旅行者都在这里 我也勉强算是东道主 是有什么麻烦吗 尽管开口 不用和我客气 十一斗了 他要 没什么大不了 我们只是在商量决斗的方式办了 哦 决斗的方式是吧 我倒有个提议 既然是要在荣彩祭上决斗 或许可以来一场志愿者大比拼吧 一起为荣彩祭 添砖加瓦 各位觉得怎么样 志愿者大比拼 听起来完全不能体现我荒龙派的豪情壮志 我的兴趣只有两分 一分给旅行者 一分给托马兄弟 老大的意思是 他的满分是一百分 这份工作确实用不上豪情壮志 只需要一些耐心与奉献就够了 而且因为是志愿者 也没有什么报酬 只有远航之风的联名饮料作为一点慰问 实在有些配不上黄龙派的身份 是我欠考虑了 等等 你刚刚说什么慰问 啊 只是一点八重糖与远航之风联名的特别饮料 不值一提 老大 是那块饮料 干活就有饮料 啊 托马兄弟 其实你不知道 我说的两分 其实满分就是两分 毕竟我们荒龙派 最不缺的就是耐心与奉献 你的点子非常豪爽畅快 热情奔放 简直是为本大爷量身定之 旅行者 我们就来决斗这个吧 谁先完成志愿者的工作 谁就赢了 你觉得怎么样 明明刚刚还一副没兴趣的样子味 我堂堂荒龙铁虚第一斗 行的正站的直 说要决斗就一定决斗 其实只是不想让别人知道 目的是特别饮料吧 既然如此 不如就让我来当一会裁判 志愿者的工作很简单 主要是帮助祭典上需要帮助的人们 我会把我这里已经收到的工作请求 分发给你们 准备好了的话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让我看看 第一项工作 是帮助一位忙碌的摊主 他的摊位就在附近 一定会大卖的 是志愿者吗 你们来得太及时了 想必两位已经看见了吧 我的摊位附近积了很多落叶灰尘 主要是因为这几天的客人太多了 好几次想去打扫一下 却都没时间 能请你们帮忙清扫一下吗 实在感谢 这么快就清理完成了吗 真是麻烦你们了 你们这些志愿者真是热心肠 太感谢了 让我看看 接下来是第二项工作 帮助一位祭典上的游客 大姐姐 快帮帮我 晶晶小弟居然也来逛祭典 我们现在可没空和你玩游戏哦 不是游戏了 我遇到麻烦了 我本来听说 祭典上会有新款式的手具卖 就想过来看看 结果没有看见新手具 反而把自己的手具弄丢了 一定就在附近 刚刚还在的 大姐姐 能帮我找一下吗 所以只要碰见你 无论如何 都要找手具对吧 好好好 太好了 这下以后又可以玩手具游戏了 谢谢大姐姐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项工作了 去港口帮忙搬运一些货物 我们快出发吧 你们是祭典的志愿者吧 太好了 我正头疼 这些货物要怎么办呢 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港口的伙计们完全忙不过来 但这些新鲜的豆乳 得尽快送去仓库才行 否则放在外面 品质很快就会下降 能帮忙把这些送去仓库吗 我的同事主内在哪里等着的 实在拜托了 哎呀 你们就是那些热心的志愿者吧 瞧你们累的 快把货物放下 先好好休息会儿吧 听说社凤行安排了远航之风 要给你们这些志愿者 准备特别饮料作为感谢呢 嘿嘿 其实这些豆乳 就是饮料的原材料之一哦 每天现做绝对新鲜 说起来 上一批加工好的豆乳 刚刚已经送去那边了 要不了多久 你们就可以一饱口福了 哎 远航之风的特别饮料里 有豆乳啊 一斗那个家伙不能喝豆制瓶的吧 我们得快点去远航之风等着他 你们终于到了 本大爷已经提前很久就完成喽 就算是志愿者这种活 本大爷果然也是战无不胜啊 你输喽 作为圣者的奖励 这杯特别饮料 这杯远航之风与八重堂联名研发的 摆脱了我的胡仙公司里的无敌饮料 本大爷就不客气地笑纳了 哈哈哈哈 饮料饮料 入我肚来 好饮料 好饮料 确实是好饮料 就是怎么好像有点混 老大 他们说饮料里好像 好像有豆子 啊 啊 老大倒了 老大倒了 快快锁起医生的脸 啊 怎么回事 荒龙一斗不能喝豆制品 老大他 豆子过敏 啊 居然还有这种事 哎呀 先不管了 快 你们带上荒龙一斗跟我来 我来安排医生 希望不是大问题 抱歉了 没有考虑到这种事 真是我的疏忽 荒龙一斗就交给我吧 我保证会让他好好站起来 你放心吧 我们回头见 原来您的朋友豆子过敏 这种事虽然少见 但也确实听闻过 真抱歉 小店的饮料造成了这种事情 实在有些过意不去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希望您能收下这个 这是不含豆乳的特别饮料配方 看得出来 您的朋友很喜欢这款饮料 虽然去掉豆乳 口感会有一些变化 但相信更适合您的朋友 请一定要收下 这是小店的一点心意 您的朋友们 您们在进行钟 欢迎参加 MOOT!